周市长说他是为了保护我 还有保护这个演播室的各个同事 所以才带着口罩 您为什么要这么想 因为新冠状性病毒感染的肺炎 现在已经确认 并且已经大命的发生人传人 那么我作为市长 我要把反恐工作做好 我首先要带头按照专家的要求 来进行必要的这种反恐 包括个人的卫生习惯 个人出门要戴口罩 进入公共场所要戴口罩 这是我们反恐工作启动以后的一个基本要求 为什么我不戴口罩 因为怕有一些观众看到会觉得 你们在这个武汉在疫区 连演播室都要戴口罩 恐怕会有一些惊恐的这种心态 但是您现在戴 您觉得怎么去跟公众解释这样的一件事情 你不戴是因为我戴了 那么这个新冠状病毒性肺炎的传播 主要是飞沫 就是我在讲话的过程中 产生的飞沫会感染你 那么我戴了口罩就没有飞沫 所以你就是很安全的 好 要谢谢周市长对我们的这个保护 首先我觉得